今年原物料的大行情 不太容易出現明顯的反轉 但有可能就是說 之前因為3月份4月份 大家過度反映了 所以很多股價它是先領先反映 這個價格的一個走高 那接下來就下半年要看一下 國際的原物料價格 會不會出現明顯的回檔 會不會因為 二物的戰士的一個緩和 就出現反轉 那我覺得簡單去看 你就看油價的一個報價 如果油價報價沒有很快跌 回到90美元一桶以下的話 我覺得其實都代表說 可能這個二物的一個戰士 它對於這個所謂的 全球能源的一個供給的破壞 還是影響到所謂的 未來物價的一個變化 所以感覺原物料裡面的大指標 會是油價 對油價是所謂的 所有原物料主要的一個觀察指標 油價一漲 所有原物料價格就會越來越貴 所以簡單去觀察 就是看油價的一個 後續的一個表現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碧 最近大家都在聊大原物料行情 可是呢 我們知道資金輪動速度還蠻快的嘛 也就是你可能半信半疑當中 然後看著原物料就這樣漲上去 結果你沒有跟到 然後你就在全場都在鼓掌 都在歡呼的時候 進場來去追原物料的話 恐怕這是一個不太好的操作面 所以我們要透過一些總經驗 透過現在大環境 透過資金到底他們在玩什麼 青睞什麼來教你怎麼樣在現在 比較動盪的局勢當中來賺錢理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漢偉哥 幫大家解析 漢偉哥好 小碧好大家好 漢偉哥今天一開始就帶來了這張圖卡 告訴大家 原物料這個行情 我們沒有講出 他真的是一個大行情 因為是從1915年以來最大的漲幅 除了惡物除了通膨 原物料為什麼今年這麼強啊 對那當然今年還是在說 因為原物料的價格 受到過去大家印太多鈔票的關係 像說其實過去疫情導致整個供應鏈中斷 那這樣惡物的一個雪上加霜 所以看到今年其實在累積整個商品的價格 漲幅現在來到144% 去年的部分漲幅大概差不多在70 80% 代表今年在去年漲幅之上 又再更往上成長一倍的一個漲幅 這也是為什麼你可以發現到 最近在所謂的一個全球央行啊 都提到通膨的問題 就在於說這些商品價格 就我們自己的感受也會覺得說 東西真的越來越貴了 不然是10億柱形的價格啊 好像漲上去就不太容易跌下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當然就帶動到今年 我覺得是有機會去複製 過去去年的一個大傳產行情 去年在4月份曾經4月份有兩天 中鋼這張股票兩天兩根漲停板 這是非常少見的情況 很多那種長期存股中鋼人 存了十幾二十年 突然之間看到中鋼漲停板 他這個大飛牛了 對 嚇到就是好像幸福來得太快 不相信是真的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中鋼啟動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大傳產行情之後 去年其實有非常多 轟轟烈烈的一個傳產股的事蹟 比方說去年你可以看到整個背景 因為全球在疫情封城的情況裡面 加上說全球在所謂的一個歐洲啊 美國甚至台灣也發了五倍券 所以在政府紓困的帶動底下 很多的消費動員明顯在做一個增溫 那各國央行在大舉印鈔 這個聯準會是無限量的QE 那日本央行 歐洲央行 甚至在大陸人行部分 都在持續放險當中 就帶動轟轟烈烈所謂的 大傳產 大擁有的行情 所以那時候 很多的牛皮股出現大 反正剛剛提到中鋼啊 台體啊 雅尼啊 甚至說在這個所謂的一些 紡織類股啊 航運類股啊 都是那種長期你都覺得說 他股價不會動 純股族最愛的 對 去年都出現了大幅度 大波段的一個發動 所以那時候去年真的非常熱啦 整個四月份到七月份 台股的行情 每天成交量是4千億到6千億 因為這些大股本的股票 都動了 對 當充客的最愛 你看到像什麼航運股 當充比例可以到七成 每天成交量三檔股票 加起來佔台股的成交量 可以來到一千多億的水位 都是非常的可怕 今年可以發現到 第一個背景有一點點改變了 因為印鈔過度嘛 所以現在大家都來收資金 不印了 那再來惡物戰士導致 這個所謂惡性通膨的 這個預期是快速的一個升溫 那加上說其實大家都預期說 東西越來越貴 所以你會發現到 像什麼美國啊 歐洲啊 很多東西一上超市的貨價 就被搶光了 怕買不到 怕買不到 而且怕你今天不買 明天更貴 對 所以這種通膨預期 我覺得非常的可怕 為什麼最近的聯準會 最近全球央行 就是要用非常嚴格的手段 來把通膨預期打下來 就是如果大家沒有辦法 把這個通膨預期降溫的話 可能就隨時都要搶貨 隨時都要囤貨 所以物價就不太容易 出現反轉的往下 所以當中你可以看到 在這樣的磁空背景裡面 最近整個一個全球 央陽在緊縮 所以外資持續在撤退當中 外資今年賣超台股 賣了6000多億 所以這幾年累積下來 兩三年賣了台股一兆多啦 那台股還是非常強 還能夠守在16000多點以上 但代表本土的那一支啊 本土的資金 目前我覺得資金時間 還比較雄厚 但在外資撤退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看到 台股的日均量 已經降到2500億以下了 剛剛是4000到6000億 現在立刻是腰斬 對 所以代表說 今年一樣有大傳產 大輸料的行情 但是輪動的架構 跟去年就不太一樣了 去年弄成大牛皮股能夠飛天 今年我覺得這種狀況 是比較少見 那當然今年我覺得 同樣指標股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比方說最近很熱的 1605的滑星 對他在今年的4月份成交量 創下歷史的新天亮 跟去年的中鋼一模一樣 而且去年的4月19號 中鋼漲停板 今年的4月19號 滑星漲停板 都是同樣一個時間 所以可以發現到 這樣的一個邏輯 這樣的架構 我覺得都是在上演去年 同樣的一個 波然壯闊的大傳產行情 那你看到今年的特性 從3月份開始 很多台股的投資人就是說 我現在玩開心農場我要當農夫 我要當農夫 因為很多的農糧股 經過了13年的一個套勞 到今年是全面性的一個噴出大漲 像惠光創下歷史的天高 然後另外在今年很多什麼 原本的導遊啊 空服員無星家 到今年都陸續開始回來了 所以你看到今年的航空股啊 觀光類股 也是從農曆年後到現在 很多股票都翻倍以上了 那加上說最近的一個疫情 但是最近的防疫股開始轉了 但你可以發現到從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口罩 宅經濟 檢測相關股票 這些股票其實過去有一個慣例啦 到端午節之前 他們都還有表現的空式 所以我覺得如果一直回中心的預估說 我們最近可能在一兩個月之內 可能疫情就會開始慢慢見到 高峰往下走 我覺得時間點可能也落在 端午節的前後 所以這樣輪動的架構裡面 可以發現到 整個防疫的股票 我覺得在夏天還是有機會 就是說操作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那再來就是說最近食品股在上禮拜 是非常強勁的走高 但我覺得要留意到 接下來他們毛利率 能不能跟上所謂的一個 這個未來的一個獲利的空間 因為最近的食品股雖然說反彈 但是如果去看這些食品股的財報 看福壽 大臣 普風 他們毛利率都呈現足跡的一個下滑 那也代表說 食品股我覺得 他會受惠到整個漲價的趨勢 但如果毛利率沒有辦法 調升很高的話 可能短短短短短看 我覺得比較偏向 這種跌身的反彈 或類股輪動的一個操作 這個所謂物價很便宜的時候 你有很多的閒錢 你可以拿來買手機 換筆電 甚至說你可以換車換房 但今天你可以發現到 物價很高以外 那這個所謂利息也同意來調高 很多房貸族 手購族 現在都面臨到 可能未來會排擠到 他的生活支出的狀況 所以這時候最優先被排擠的 就是消費性的電子 所以你看到手機的銷量 庫存開始增加了 筆電的部分 大家開始不換筆電了 很多的一個消費性電子 現在看起來就是能用就用 用到壞掉 再來考慮做換 所謂一個換 換機槽 所以我覺得這會影響到 現在看起來的話 很多電子股 大家都可以發現到 把人持續下調 他們今年的一個獲利的預期 我覺得都跟 整個大通膨時代的一個 消費排期有直接的相關 日時越來越難過了 通膨越買越貴 然後現在又有糧食危機等等 對像我們平常 這個中午就是用餐 你會發現到哇這個東西 像你去自助餐隨便叫個東西 大概沒有100塊以上 沒有100塊買不到 那但過去都還可以買到 那種比較偏低價的一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所謂的一個 國際農糧屬斯的 全球食品價格的一個指數 從2018年100以下 到今年到159.3 這短短三年漲幅來到六成 所以大家明顯在感受到 你的食衣住行當中 食品的消費的一個價格 是越來越高的 那再往下一頁來看 最近可以看到 整個惡物的戰士 加重了全球糧食安全的需求 因為當中可以看到 大麥 小麥 油菜池 玉米 葵花籽 那當中可以發現到 像這張圖表裡面是 烏克蘭農作物的種植時間 這可以去解讀說 為什麼最近好像 你看到化肥股票的價格 是比較弱的 因為當中你可以看到 這深藍色是播種期 像土豆 還有就是馬鈴薯 這大陸用的土豆就是馬鈴薯 葵花籽跟玉米 大概是四月份到五月份 它們播種的密集 那很多你要用到的 甲肥 尿素 淡肥 這些東西是在所謂播種之前 要做一個大量的施肥 但它在打仗沒辦法播種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所謂播種最佳的時間點 也快要過完了 所以你說農民大量 像美國農民 歐洲農民 印度農民 巴西農民 現在大量在進口化肥的部分 它們最主要就為了說 到了五月份播種完畢之後 六七八月就不需要再播種了 對 所以可能需求在所謂六月份之後 就會開始出現下滑 那就導致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所謂的 農糧化肥的股票 好像就反映到未來六七八月 需求下滑的一個疑慮 開始跟股價的一個走跌 所以從這樣的狀況來看的話 也可以幫大家去做一個 另外一個解讀 你可以看到 這個灰色的部分 是所謂的收貨期 收貨期你看到所謂的一個 股物也就是什麼大賣小賣 它們冬天的一個收貨期 大概落在所謂的一個 七月份跟八月份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到 最近台灣當中 有所謂的一個 散裝航運的族群 也開始在發動 因為他們就是運這些 對 收成之後割下來 小賣要運送到全世界的 一個進口國去 所以帶動到整個 運量的一個需求 運價的一個成長 所以最近可以看到 雖然說最近的 散裝航運股票 這兩三天是出現 比較明顯的震盪拉回 但我覺得整個長期趨勢 如果說未來七八月的 運送需求還在的話 應該都還有機會 還有一波的一個漲勢 像上個禮拜公布的 美國旅業的財報 是大幅不如預期 所以短短兩三天 美國旅業股價 大概跌了快到30個百分點 那連帶到台灣的 什麼中鋼 中鴻 大成鋼 股價我覺得走漏跟 好像市場對他們期待過高 有比較直接的相關 但是假設 接下來鐵礦煞的價格 能夠緩步爬升的話 我覺得對鋼鐵類股來講的話 他們的一個報價 還是有調升的空間 所以整體上 反而股價拉回 你可以站在適度的一個買方 那再往下一頁來看 這是BDI指數 我覺得要跟大家講是說 你可以看到去年的 9月份到11月份 BDI指數出現大幅度的拉高 那主要在於說 因為這個深藍色是BCI指數 也就是海峽型的貨運指數 它反映到的是所謂的煤炭的價格 所以去年因為所謂的 9月10月啦 中國有所謂的一個 能控能耗雙控的一個政策 那那個時候就導致 整個煤炭價格大幅飆高 因為煤炭很貴 雖然不發電了 那煤炭價格走高 就帶動整個BDI BCI指數全面性的一個走高 所以去年很多散裝航運 它可能在去年的10月11月份 還能夠接到波段的高點 所以最近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到 像剛剛提到的這個所謂的一個 綠色線 它反映到的是食品的價格 這份食品價格開始在走高 那加上說最近的所謂的BPI 一些所謂的大宗的 類似所謂的鐵礦煞的價格 也同步在反彈 所以帶動到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個禮拜之內 整個BDI指數出現了 股底的翻揚 大概反彈幅度 差不多10個百分點 所以連帶到 我覺得最近的散裝航運類股 回到低檔區 我覺得反而大家可以去留意到 它低線的一個買點 我自己很有感的是 食品的價格變貴了 比方說我到早餐店裡面 點一個玉米蛋餅 我就是點起司玉米蛋餅 那通常加玉米要加10塊錢 結果老闆娘那天跟我說 哎呀拍謝 忘記跟你講了 我們現在加玉米要多5塊錢 變15塊 我就立刻想到黃小玉 就真的非常有感的漲價 連早餐店我這樣買下來 大概就是原本55嘛 變60塊了 不知道未來還會不會 繼續往上漲 這是我自己最有感的一個地方 我好奇的是 假設惡物戰爭 它終於不打了 但不打的話 今年這個原物料行情 是就止住了呢 還是還有一波的攻勢 我覺得 畢竟目前來看 戰事的一個影響 應該不太容易在擴散嘛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個戰事 在集中在烏克蘭的一個東部 也代表說應該不會像這個過去3月份 4月份大家很緊張的全面性的戰爭 但是現在可以看到就是說 歐盟也好 美國也好 對俄羅斯的制裁的力道 我覺得不會那麼快的一個反轉 所以很多可能就在說 哎他慢慢恢復生產了 但是受到所謂的一個國際的制裁 所以俄羅斯很多相關的農作物啊 基本金屬啊 還是沒有辦法達到出口的一個情況 所以最近國際油價可以發展到 雖然說出現明顯的一個回答 但是大海市場也在預期說 假設所謂歐盟跟這個歐盟跟美國 全面禁止所謂的 俄羅斯的能源出口的話 可能油價會有新一波的一個漲勢 所以代表說我覺得 雖然說俄羅斯戰士 我覺得大家恐慌程度 明顯在洽滑當中 但對這種原物料的一個 供需的關係來看的話 可能這種制裁的一個力道 還是決定到未來供需的一個改變 所以以這樣的狀況來看 可能今年原物料的大行情 不太容易出現明顯的反轉啊 但有可能就是說 之前因為三月份四月份 大家過度反映了 所以很多股價它是先領先 反映這個價格的一個走高 那接下來就下半年要看一下 國際的原料價格 會不會出現明顯的回答 會不會因為俄羅斯戰士的一個緩和 就出現反轉 那我覺得簡單去看 你就看油價的一個報價 如果油價報價沒有很快跌 回到90美元一桶以下的話 我覺得其實都代表說 可能這個俄羅斯戰士 它對於這個所謂的 全球能源的一個供給的破壞 還是影響到所謂的 未來物價的一個變化 所以感覺原物料裡面的大指標 會是油價 對油價是所謂的 所有原物料主要的一個觀察指標 油價一漲 所有原物料價格就會越來越貴 所以簡單去觀察 就是看油價的一個 後續的一個表現 所以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些幫大家準備出來的 一些相關的股票 如果拉回去 大家都可以在那買方啦 像華新本身來看 今年的三月份 不鏽鋼的報價在調漲 而且它有一個印尼的鎖礦 那大家都可以發現到 在這個馬斯克也在說 特斯拉要搶鎖 所以能夠 電池的原料 對如果能夠有什麼鎖礦 有更上有的一個 原物料材料的部分 它就會擁有更高的一個本益比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到 華新短短兩個禮拜 漲幅來到80個百分點 也該休息了 也該休息了 真的這種大牛皮的股票 能夠這麼大幅度的漲幅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難人可貴 但在2021年的中鋼也是一樣 短短一段時間 也是漲幅了到八成 它休息完之後 就有下一個傳產股 做一個接棒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下一個傳產股 大家可以留意到 像航運族群啊 目前它的本益比 還是台股裡面最低的 最便宜的股價 殖利率當然不是最高啦 但是殖利率 都還有10個百分點以上 而且大家都預期說 五一之後 所以中國開始解封 可能這些所謂相關的一個運價 有機會出現回升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張股票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 那另外大家可以發現到 像這個禮拜二 台北的溫度已經來到34度了嘛 好熱 對 很熱 大家感覺到像夏天 所以會發現到 開始很多人開始想要喝飲料了 所以很多食品飲料的 包材的旺季即將來臨 那同一時 國內的食品飲料 包材的大廠 另外大家也傳出出來說 它有可能會切入到電池的包材 現在看到電池都會漲就對了 對 就有這樣一個想像空間嘛 所以股價也是在最近 高檔回跌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它可以買點出現 那東檢當然是最近股價修正幅度也比較大 因為剛剛提到嘛 化肥價格 大家好像預期說接下來高峰期會慢慢翻轉往下 所以可能就是說它的爆發性不太夠 但還有另外一個題材 它有散裝船 也就是說東檢它本身有13艘的一個散裝船 所以如果未來BDI指數能夠出現比較明顯的推升的話 可能它就是這一個利多的因素暫時休息 但散裝船的獲利有機會推增到股價有新一波的一個漲勢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特別留意 那另外四位行也是一樣的題材 鐵礦砂跟股物的價格走高 所以上半年我覺得有機會呈現旺季 那股價也是在最近 好不容易上個禮拜衝上去 最近又回到之前的一個波段起漲點 我覺得再拉回低檔區 如果能夠出現量做得不破的話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考慮到 低檔去承接風險比較低一點 的確原物料行情都是今年整個上半年 大家還蠻期待的一個熱點 所以怎麼樣可以彎腰剪鑽石 或者是這個行情還能走多久呢 大家記得把我們的影片回看很多次之後 在下方的留言區多多來跟我做互動 你還想要知道什麼樣的主題 那更重要的是專家說的話要聽 所以很多的QR Code 都請大家掃描掃起來 那就請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幫我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看一段工商服務 我們在中間攝影棚全天後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兩到三坪左右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比較迷你的水神 烏滑器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來買 送水神一舉兩得